明天靚絕五台山的藍結英在日前離世,想不到隨即成為騙徒的目標。 竟然冒名在網上發起二維碼募捐。 藍結英的影迷會發現後,隨即在微博發出聲明以正視聽。 影迷會暫時沒有向社會發起任何募捐活動,慎防影迷受騙。 而影迷會之後再發佈了一張二維碼圖, 和留言重新開了一個微信群,等喜歡藍結英的人留一個可以寄託的地方。 據知,警方終於聯絡得到藍結英的姐姐藍結興,將會安排她去臉防影師。 據了解,藍結英生前已經領洗成為天主教徒。 赤柱聖阿納天主堂在11月4日舉行週日里薩時, 河外面貼入一張通告。 通告指藍結英在2013年3月30日已經在該聖堂領洗,姓名是Maria。 而演藝人協會秘書長余安安在出席座談會活動的時候, 表示已經透過中間人聯絡到藍結英的家人, 他說演藝將會盡全力幫忙辦理身後事。 最主要是尊重她家人的意願, 看看她是喜歡很低調, 還是想我們幫她去搞喪事。 看看哪一方面需要我們幫忙, 我們演藝都會全力去幫她。 至於演藝都同時找了林健明幫忙聯絡藍結英的姐姐, 林健明說已經透過WhatsApp聯絡她姐姐, 向她表達了如果需要幫忙,她們都很願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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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